你也喜欢这幅画吗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不是 程画家说 这幅画刚好没卖出去了 只是还没有表示 您是想买这幅画吗 那不如我让给您吧 那怎么好意思 就当交个朋友 您好 我叫张思睿 方琳 您是夏科的奶奶 你是 我原名叫张蕊 是夏科的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您 其实 我不相信巧合 但是 我不讨厌聪明的人 既然已经分手了 找我干什么 当时 我分手 其实是为了夏科 因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所以没什么人知道 我 我有幽闭恐惧症 那几年越来越严重了 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能关灯之外 就连稍微暗一点的地方 都不能去 我真的不想让夏科 跟我过这样不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才离开她 独自去国外治病 这些话 你应该跟她说 我也想 但是她一直在生我的气 而且有些误会 也不是几句话 能解释清楚的 所以 你想由我出面 解除你们的误会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我想您一定希望夏科 回到夏家 跟您共享天文之乐吧 找时间到我这儿泡茶吧 那幅画既然让给我了 想看看它 就到我家来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夏科 你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让她来的 我是听说奶奶喜欢马蹄莲 就特意托人从荷兰 寄来了一厢稀有的橙色马蹄莲 奶奶 夏科对花粉过敏 我把她挪那边去 奶奶 夏科对花粉过敏 不好奇我们怎么认识她 我身边的人 你认识不是很正常吗 真认识你身边的人就好 我们目前是工作关系 仅此而已 您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不能找你啊 去 你张仪回来了 张仪 在厨房里忙着呢 做你喜欢的酒娘汤圆 还有你最爱吃的芒果羹 奶奶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 有一次夏科突然想吃芒果羹 我们就陪着她四处找 吃了好几家 最后在一家 中国人开的甜品店里边 吃得了她满意的 今天终于见到原版了 我给您带的甜品您都吃了 特意给您做的露姜 还担心味道不够好呢 夏个周末把沈青都喊来吧 思瑞再多做几样点心 大家一块喝个下午茶 好 夏科 年纪不小了 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又开始计划了 我的条件其实很简单 只要门当户对 善良 对你好就行了 当然了 你要是有条件好一点的 我也不反对 奶奶 您掌控一切的姿态 什么时候能改改 我还有些事情 改天再来看您 奶奶 您别生气 我知道她还在生我的气 因为之前 也是我先离开的她 你应该把真相告诉她 我不想她谅解我 同情我 我想她能够真正地 重新爱上我 对了 张姨 您叫我做芒果羹吧 还有夏科最喜欢吃的 酒酿圆子 好的 好的 奶奶 我先过去了 走 夫人 查查怎么样了 确实在美国期间 有过不间断诊疗的记录 有过不间断诊疗的记录